以前土北把你来下来的时候 他会问你一句 要钱还是要命 现在 这个蔡天府 他不问你了 他既要了你的命 还要了你的钱 他不是一个人 他代表一个集团 他们所做的孽 半时钟杀人事件 凭什么这样欺负 台湾的人民 这个不仁不义 可耻 到没有底线的政府 谢谢 谢谢客气兄 谢谢大家 今天这么辛苦 但是表达我们的意志 我们冒着 台风外围的大雨 今天来到凯达格兰的现场 虽然 大家都必须想要躲雨 而且还想要躲疫情 但是大家奋不顾身站出来 为什么 我们希望 未来的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所有的人民 还是记得 今天这一段时期 台湾的人民 所正在遭逢的痛苦 还有我们的奋斗 所以今天 我要在这边 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给他一个名字 给他一个历史的定位 什么故事呢 叫做 半时钟杀人事件 我再讲一遍 半云的半 成时钟的时钟 叫做半时钟 在真实世界里 他不是一个人 他代表一个集团 他们所做的孽 半时钟杀人事件 到今天 从五月中旬 新的疫情爆发开始 台湾已经亡死了 将近八百个人命 今天在这边 我们过去的州会长 周庆俊州会长 也染疫身亡了 我们曾经 开悼念会追悼他 还有许多齐齐 许许多多其他的人 他们也因为 突如其来的疫情 而深固了 为什么 这个破口怎么来的 难道不是从半云来的吗 对 难道不是从 那个郑文燦那边来的吗 和陈时钟 所以我们今天叫他 半时钟 因为半云是第一个 他凭着 他凭着立委的 官说的这种 可耻的能力 把一个郑文燦 陶渊市长 拖进来 去游说立法委员 去游说 陈时钟 卫福部长 把一个 十四天的禁令 变成三加十一 对于飞行人员 对于基斯 完全失去了掌控 所以才使得 疫情蔓延开来 五月中旬 一旦蔓延开来以后 等于这个蔡政府 陈时钟的卫福部 才开了 病毒的大门 导致了七百多八百人 冤屈而死 这个叫在历史上 我们要大家记住 这个叫做 范时钟 杀人事件 对 我们要把它 在脸书上流传 在部落格流传 在赖群流传 在微信流传 让大家都知道 这么一段悲惨 而且让人家 愤怒的历史故事 让它到 三十年后 五十年后 所有中国人 还是记得 在台湾 居然在蔡英文的 执政底下 有这么不堪的 一个卫福部 一个机关署 他们对于疫情的防控 居然在他自己的 手指之间 为了利益 为了徒利 为了傲慢 为了轻忽 就使得 七百条 上千条的人命 这样子付出流水 这样子就离开了我们 每一条命 都是命 我们一定要替他们 讨公道 难道不是吗 我们难道 不要替他们 讨公道吗 怎么讨公道 让大家都记得 范云 陈时中 朱振昌 蔡英文 他们一定要负起责任 我们前一阵子 也具体的去告发了 所有这些大官 后续 国民党也去告了 其他的民间人士 也去告了 而且到今天 我们的疫苗还是不够 而且 还有更重要 大家没有发现的 并不是只是打了疫苗就好 打了疫苗还是会得病 我们需要药物的治疗 而在国际间早就有 获得 临床证明是有用的 现成的 不必兴趣研发的药物 可以帮忙治疗 新冠疫情 但是 美国政府不推荐 我们国内的城市都会不会不推荐 为什么 因为这些现成便宜 有效的药物 会拦阻到疫苗开发商的利益 在台湾是这样子 高瞻联亚 在美国也是一样 我们虽然今天迫不得已 要把守备交给这些 完全只有经过几万人 人体试验 只经过几千人 最多几万人 但是 它的科学基础 是没有验证过的 是完全新的东西 打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全世界人口身上 到底中期长期 会产生什么可怕的影响 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 这样子庞大可怕的未知数 为什么我们明明有现成 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 打不起疫苗 但是已经验证有效的成药 有帮助非常便宜的 在第三世界国家 救活了很多人命的 但是 美国政府要党 台湾政府要党 为什么 因为阻挡了 他们自己相关的厂商的利益 这种真的叫做谋财害命 这是在 半时钟杀人事件之外 另外一个更可怕的 政府杀人事件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观念 推广出去 我们要安全的疫苗 我们要安全的用药 我们要真正的 让有良知的人 有良心的人 来推动 我们整个国家的防疫抗疫 而不能纵容这些 坐在 今天是在官邸里面 平常坐在总统府里面的这些混战 就是混蛋 让他们来所谓的治国 其实是要把整个台湾掏空 难道不是吗 所有的证据 所有的事件 包括疫苗 包括其他 包括副联会 美玲珑 不是就要被他们没收了吗 包括农田水利会 不是已经被他们没收了吗 凭什么 凭什么 我们一定要不断的问 直到他们下台为止 凭什么 凭什么这样欺负台湾的人民 每一个人要问 每一个人要问其他的人 碰到的每一个人 年轻人 老年人 要让大家觉醒 这个不仁不义 可耻 到没有底线的政府 蔡英文 苏贞昌 陈时中 还有所有 这么多几十位的绿营的绿委 全部都该下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